市政府跟居公所去做查詢 公開查詢的日期從今年度的3月25號到4月23號 我們28號才收到通知 不可以針對居民的問題去收集不要再跑程序了 有關緣起的部分 當然我們配合第一階段鐵路地下封城範圍的需要 土地的需要有辦一次變更 這次針對鐵路地下封城範圍西側台鐵的土地 配合公共的利益把房地使用給公共去使用 所以變更成公園道用地 變更的位置是從查詢港溪到大園路 東區的部分從民族路到松華東路 這部也認定為一個重大建設 有幫電根現況的主力使用 可以嗎? 可以不要再彈變更嗎? 可以不要再彈變更了嗎? 今天不是彈變更的時候 今天連森林板到底可不可行 還有沒有其他人都沒有彈 可不可以不要再彈變更了 因為不是在工程範圍內 工程範圍內有一些是沒有鼓地 不要再彈程序了可不可以 台南市有關台南市跟中華民國籍 裡面的土地所有款 百分之百都是公有的 一小部分是台南市政府所有的土地 大部分是中華民國 台鐵局管理的土地 百分之百都是公有的土地 百分之百都是公有的土地 這次八卿的房子 變成人工有的算什麼? 沒有 現況都是公有的土地 這次八卿的房子 鐵路跟我們拉法州那邊是公有的土地 你那個百分之百是不對的嗎? 我跟你講喔 我們的地你知道嗎? 你們的蘇政府是我的地你知道嗎? 你們的地在鐵路 剛剛那邊是你們公有地 什麼都是公有地呢? 我們是蘇人的地 你家的地也是我們的地嗎? 最後一口! 家裡也家的地方 你不要用濕仁 LOPEZ 沒有一包錢 沒有一包元之,家裡說一塊 都女有服都女有隊 원!! 這次不過就夾滿都耶 我打這就是一好 你為什麼要看鏡床呢? 師 fotos 神奇、 defense 不要哪哪裡 勝利 百分之百公有土地 百分之百公有土地 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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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這鐵路地下化 但是我今天要在這邊聲明 我們這些次就會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反對鐵路地下化 沒有 而且一直在汙辱我們 說我們是卡鐵路地下化 沒有 我們是完全贊成鐵路地下化 但是我們贊成什麼 原地失控 對 我們贊成台南是鐵路地下化 但是98年之前的版本 全部是原地失控內政部核准的 對 為什麼現在變成東移 我們只是在針對我們自己的權利的發言 對 當初的鐵路東移版本 為什麼在內政部退委 因為政府無錢 錢都不曉得跑那去了 所以他要我們 要台南市政府 擬出一個方案 要把鐵路往東邊或往西邊移 最後的定案是陳大的教授 我不曉得哪位教授 因為他沒有膽量爆出他的名字 他說東邊的地價比較便宜 說沒有東移 對 然後要把原本的鐵軌 拆掉的土地 要活化 搞清楚什麼叫活化 活化就是拿他換取金錢 來挹注工程團 對 現在杜羅吉又變更了 說他們現在變更的是公有地 百分之百的公有地 我相信 市值百分之百是公有地 但是鐵路蓋在哪裡 蓋在私利有地 蓋在我們的房屋底下 第一個我是開原理財監護的 第一個以前是原地施工還地與民 行政程序法第七條比律原則 它本來就是指行政行使權利 已經達到行政目的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如果說鐵路地下的話已經完工了 為什麼還要變更什麼公園道 什麼那是什麼東西 你幾滴人民的簡直就是擴充行政目的啊 他不是規定說 你這個規定的話就是要使人民的權利損失最少嗎 那既然如果說已經行政目的達到了 就不應該再這樣子做了啊 這明顯就違背了比例原則 所以原地施工還地與民 才是達到行政目的 並使人民的損失最少 第二個就是舉辦聽證會 行政程序法第五十四條到第六十六條 總共十三條都規定了 聽證的程序 你們那個什麼所謂的公聽會啦 說明會啦 做談會 都比不上一個聽證會 因為只有聽證程序 才有在行政程序法裡面規定啊 什麼東西啊 第三個保障人民財產權 不要浮染遵收人民的土地 裡面就是浮染遵收人民的土地 我從今年的一月到三月 大家來統計了一下 市政府發的遵收土地公告 從今年的一月到三月 就有十幾個徵收案 什麼東西 2128號甚至發了一個公告說 要把特定的農業區 變更成一般農業區 因為 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他就是為了要跳過聽證程序啊 因為 土地徵收條例 第十條的第三項規定 特定農業區徵收者 如果有正義的話 因應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 所以 這根本就是浮染徵收啦 被證收物的心聲都聽不到 只有政府說了算啊 然後什麼所謂的公共利益 什麼合理的補償 都是政府說了算 這第一個要給各位 所以為什麼今天要用這種方式 這種就是公開徵求人民的意見 這個就是公開徵求人民的意見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剛剛可以記得我都一直在記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說 本來三四個以後 可不可以讓我回答一下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大家一起 大家都一直在講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所以我只好盡我的能力 可不可以請你先 可不可以請你先 那可不可以先讓我把 可不可以先回答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我要先回答住戶的意見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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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住戶的意見 有哪一個 你之前沒有聽過的 有哪一個 今天住戶講的是 你以前沒有聽過的 那我剛剛 我可以跟你報答 你什麼時候就應該要回應了 你今天回答就是要討程序 今天你只要回答我們一個問題 今天的回應算不算數 只要回答我們這個問題 算不算數 今天要回來 停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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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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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維師座護真名 尊維師座護中名 停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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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鬼是座護動員 要聽證 借正義 要聽證 借正義 好了 不要再跑程序了 你先回答我們這個會議算不算錯 第一個我要跟你講 你們從以前的潛頓到臨時會 今天到原鬼施座 可以回去看一下你們過去的內容 我們每一次都有聽進去 也每一次都在認真的在回應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從潛頓到臨時會 到今天講的叫做原地施工 所以這一點我要別人做一個報告 所以這個部分 過去所有的這個部分 都應該要轉成一個錯誤 第二個 人鬼施座護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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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聽證 要聽證 選正義 選正義 要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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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正義 好 那可以嗎 民主承座 針對你們今天 所想要 在說明的這一個 民政的這個部分 民主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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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箱! 欸? 你說你每一次辦公市 但是你從來沒有改變你東您的版本 你跟台北的黑箱力模一樣 你就像他們說可以豬條神才 但我們不會更改 我說每一次說明會 你都如果認真在盢頭天出 那你從來沒有改變過東您版本 妳我們在社區內部嗎? 我今天之所以能辦都是計劃 也是有住戶的要求 請問你有代表兩三百二三五所有的住戶 表達這個意見嗎 那為什麼剛剛會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那所以我要跟你說明的是說 你們的意見我都必須要採納 我都必須要納回去 就你們 好不好 請問你 我都知道 是 請問你 請問我